宝宝成长手渣 第七周 宝宝进入了第七周 感官逐渐变得更协调 他会有意地转向有趣的声音来源 并且能够轻易地追踪移动的物体了 开始是左右方向 然后进展到上下方向 宝宝有时还会把小手举在眼前 好奇地凝视把玩 或者把小拳头送到嘴里吸吮 小婴儿钻拳头是把拇指放在四指内 而不是放在四指外 这是小婴儿握拳的特点 宝宝每天要有两三次小睡 总共的睡眠时间大概在15个小时左右 他会利用更多的时间玩耍 以提高自己的技能 当宝宝俯握 他可以用前手臂将头撑起片刻 随着宝宝头部的灵活转动 他的视线范围也越来越大了 现在多数宝宝已能区别父母和其他人 当他看见妈妈或爸爸时 脸上会立刻战露出笑容 还会手脚一起挥动 显出很兴奋的样子 感官与反射 两只小手互相握起来 喜欢看自己的小手 吸吮自己的小拳头 本周培育重点 妈妈和主要的看护人要尽量不与宝宝分开很长时间 否则会使宝宝产生分离焦虑感 可以给宝宝看生动的照片 颜色丰富的图画 拿一面镜子让宝宝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模样 增强自我意识 带宝宝到室外晒太阳 多跟同龄的小伙伴们交流 每天适当的树立抱着宝宝一会儿 增大他的视野 刺激他的视觉发育 更多有趣的云蝉母婴科普短视频就再生了吗